桃園市龙潭区在昨天下午四点的时候是开始下起了大雨 而雨势猛烈伴随着阵阵的打雷声响 在中峰路中山路一段的一处大楼呢 屋顶的一脚竟然遭到雷击 批出了一颗50公分的石块 是直接喷飞到大马路上 让附近的居民直呼非常的可怕 而警方也立刻到场处理 索性没有人受伤 桃園市龙潭区一处大楼的顶楼金船被雷击屋顶 直接被削掉一块 一颗50公分的石块直接喷飞 巨大雷响下的附近居民跑出来看 在这边雷打很大 很大很大 超大的 打到里面有个电 电都跳掉 于是相当大 下了近一个小时还伴随雷声融融 甚至还造成附近住家暂时跳电 怎么知道那一粒就是 那一粒就来 就那一粒 落在路中 我才把他撞在旁边去 被雷劈下来大石块滚到大马路上 可怕的是路面地面上 还可以看到部分的碎小石块 热心民众赶紧当大石头捡到旁边 而警方也立刻到场处理 据了解并没有波及到无辜的民众 也没有影响后续的交通问题 记者综合报导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